小馬 小馬 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我們要來給大家介紹 三雙鞋款 那這鞋子小馬以前是完全沒有介紹過的 因為小馬並不是一個專門在介紹籃球鞋的人 所以本身呢 並沒有在蒐集籃球鞋的習慣 但在今年發生了 令人難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前NBA球星 Kobe Bryant 他出了交通意外 提早去當天使了 所以小馬今天就是要來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次在上週發售的三款 Kobe的五代鞋款 他到底有哪些故事在這鞋款裡頭 只能說2020年 真的是上天帶走了很多 不應該帶走的人 雖然說我不是一個始終的Kobe粉絲 但是Kobe的態度 還有他的精神 跟他過去製造的成績 都是令人欽佩的 而且他絕對是NBA歷史上面的一個偉大球星 所以說我覺得擁有一雙他的籃球鞋也是相當合理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 也就是要好好地勉花一下 這一位已故的球星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鞋盒 那他上面就一個三角形大logo 就是這個Kobe的logo 然後底部還有他的這個Kobe Bryant的簽名 我們打開來給大家看 這一個白金配色 來啦 這一雙白金配 這個鞋款 他是做陰陽的 內外側不同 內外側不同 他左右兩側的鞋面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黑色 那我們從外側看一下 外側看一下就可以看出來他的差異 那這雙鞋子是US8.5 不是小馬抽中的 小馬並沒有買到這雙鞋款 我覺得這雙鞋子非常帥 但是沒有抽中 我呢也買不起吵架 但是我的隔壁鄰居有抽中 所以我就跟大家借過來 好好的給大家介紹一下這雙鞋子 那如果你是一個始終的Kobe粉絲 你就會知道 這個鞋款是在2010年的時候 有出過他的這個配色 那他出了兩雙就是白金配色 跟這個黑金配色 也就是說這一次發售的鞋款 就是把當年兩雙鞋款 合而為一 從兩雙變一雙 當年要準備兩雙鞋子的錢 今年你只要花一雙鞋子 就可以讓你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那這鞋子在當年會推出 也是有它的意義 它這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數字 這些數字都來自於09年到10年 這個NBA的比賽時期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黑色這個側邊 數字上面代表著哪些涵義 這邊有一個數字寫著2835 2835代表就是 在09到10年的這個比賽階段 Kobe Bryant 他總共出場了2835分鐘 然後他在那一年拿到了365次的助攻 這邊有391 就代表著他在那一年拿下了391個籃板 還有27 就是場均27次的得分 真的是相當厲害的一個成就 接著我們再看過來 他是白色這一面最前面的地方 開始看 Out Time 02 01 10 就是在2010年的2月1號那一天 他成為了胡人隊的對史得分王 就是在那一天達成了 第25207分的成就 然後我們再看過來旁邊的數字 這邊白色的字體 25970 就是那一年球季結束的總得分 來到了25970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數字是 73 09到10年Kobe總共出賽了73場比賽 所以說這雙鞋子是完全記載了09到10年的Kobe的數據在裡頭 真的是相當精彩的一雙鞋款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鞋子也是相當用心 他為了營造出陰陽的配色 鞋舌的部分一個是白的一個是黑的 內襯也是一個是白的一個是黑的 然後鞋帶也是一個是白金一個是黑金的鞋帶 那小馬很喜歡他的這個曼巴logo的呈現 黑金跟白金左右不同的方式 那Kobe五代的鞋款呢 最漂亮的就是在他的後跟有這個簽名 Kobe Bryant的簽名 那你看他也是做陰陽的這個後跟的部分 底部是果凍底的這個鞋型 那他的鞋底紋路是這種心跳紋 中間有一個碳纖維板 本身鞋面是使用Flywire的2.0鞋面 然後今年使用的是Room Turbo的大底 再來是他的鞋墊啊 左右腳呈現了24號的球衣背號 雖然說Kobe五代是一雙籃球鞋 但我覺得這個配色給人的感覺就是 平時穿著你也會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顏色是我覺得這次發售裡面最好看的一個配色 這個致敬10年時的神鞋代表 Big Stage的鞋款 第二雙呢是小馬抽中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他也是Kobe五代 這雙是9.5的尺寸 因為我是第五個抽中 已經沒有我的size 這雙鞋子 它是 狐人隊的配色 紫色的配色 那這顏色就是全新的一個配色 以前沒有出過的 小馬覺得這雙鞋款給人最棒的地方 是它的內襯 它有這種洛杉磯城市的這種倒影 在這上面 鞋墊上面也寫著Kobe Bryant LA 然後五個星星 上面有五個不同的年份 也就代表著Kobe在狐人隊時期拿到的五次總冠軍 所以我覺得這款鞋子的精神 除了Kobe以外 更是提供給喜歡狐人隊的球迷們 在最輝煌的2000年到2010年的這一個十年 它的一個精神在這雙鞋子上面 那這個後跟就是黑金的Kobe Bryant的簽名 鞋底就是冰藍大底 那這個冰藍大底在還沒有落地之前呢 都相當相當的好看 這雙鞋子紫金配色就是這個狐人隊的配色 不過這個配色我就覺得就是很籃球鞋的感覺 就是好像你怎麼穿都會給人一種運動的感覺 再來第三雙是小馬最滿意的一雙 那這個鞋款就是小馬尺寸US11號 就是Kobe五代的小丑配色 那這個小丑配色呢 其實是小馬朋友抽中的 那因為他剛好是比較前面的尺寸 所以他先拿了11號 然後問我要不要跟他交換 我就想說反正9.5這雙鞋子我也不能穿 那我就直接用紙巾9.5去換到一雙我的11號小丑 所以這三雙鞋款小馬成功原價入手的 就變成了這一雙小丑的11號 那我覺得這雙小丑呢是相當適合小馬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了沒 綠色的這個配色太好看了 這個綠色小丑 那這小丑呢也是在去年12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有發售了 那時候發售還沒有造成轟動 也就是原價可以很輕鬆的入手 沒有想到下一個月Kobe就出事情了 然後這雙小丑也就瞬間秒獸 再也搶不到這雙鞋子 那這鞋款小馬一直以為是 Nike做補貨 不過我看了一下它的內標 它的製造年份日期 是2019年的10月份 也就是說這之前就做了鞋款 那這個也是10月份出產的 然後紙巾配色它也是2019年 但是它是11月27號 所以這三雙鞋款 它都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所生產的鞋款 只是因為今年Kobe發生的這個事故 所以Nike才把這些鞋子 延後到這個8月24號 這個Kobe的紀念日做發售 其實小丑這個鞋子 是一個復刻鞋款 它是一個復刻配色 2010年的時候 就已經推出過第一次了 那這個配色 靈感就來自於2008年的 蝙蝠俠黑暗騎士的那一部電影 西施萊捷 它所飾演小丑的角色 它的這個配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雙鞋子啊 蛇紋的感覺 在這個鞋子的前緣 它是一種亮面 有一點變色龍的感覺 它會呈現出不同的光澤 那它整個都是一種蛇紋的呈現方式 那蛇就是Kobe的代表動物啊 那綠色的Kobe的LOGO 在它的鞋舌部分也是相當相當的漂亮 我們看一下後跟 Kobe Bryant的簽名 上面有做點點 這個配色的後跟 相當相當的漂亮 然後再來是鞋底 綠色的 鞋墊呢 也是呈現24號的鞋墊 那這鞋款 它的外觀其實是跟當年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的內部 就不太一樣了 當年它的這個Kobe五代 它是前掌跟後掌做這個氣墊 ROOM Air的氣墊 塞入在裡頭 今年呢它稍微改變了 它變成一個前掌 放入了這個新的 ROOM Turbo的整個的氣墊材質 所以小馬在實穿這雙鞋子的時候 有稍微試踩了一下 它給人的感覺是 前掌的部分 比較高 你會感覺比較彈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打球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可能就要教給你們 我們自己去實戰看看了 這就是小馬今天介紹的 三雙Kobe五代的鞋款 那影片拍完 小馬就要把這兩雙鞋子 還給小馬的朋友了 那其實小馬在今年呢 就有去購入一雙Kobe的訓練鞋 我們看到它是 曼巴Fury的鞋款 那這鞋款 雖然它不是正代的Kobe 但其實我們看到它的鞋盒 上面一樣也有這一個LOGO 然後它的側邊 也有這個Kobe Bryant的這一個簽名 所以其實這個鞋盒呢 跟正代鞋款比起來 也不馬虎啊 那這就是訓練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一個配色呢 也就是比較經典的白色 紫色跟黃色 無人配色的這個顏色 這款訓練鞋 就是專門給在打籃球的朋友們 穿著的一個鞋款 因為它的價位是3280 比較親民 那這鞋子一樣 會有Kobe的LOGO 那我知道有非常多人 想要去抽這個Kobe的鞋款 那抽鞋這種事呢 就是幾家歡樂 幾家抽 其實小馬的鞋子啊 也是很努力的去抽來的 八、九百個人在那邊 頭籤排隊 也排了一個多小時 好不容易 抽中一雙 對不對 我們也是非常開心 所以這雙五代小丑 小馬是自己要留著 沒有辦法抽獎送給你們 但是這雙 是我今年購買的訓練鞋 因為當初想要買一雙 紀念Kobe的鞋款 正代鞋款 真的都被炒太貴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雙訓練鞋給自己 那因為成功 抽到原價的小丑五代 所以我決定 把這雙訓練鞋 拿出來抽獎送給觀眾 那這鞋款 就是想要給 真心喜歡Kobe的人 那你可能在經濟上面 也比較不允許 購買這些鞋子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去緬懷Kobe 並不是只有去買這些 比較熱門 超很貴的鞋款 其實他的這些訓練鞋 也是一種 紀念他緬懷Kobe的一個方式 那抽獎方式 就在置頂留言處 你要追蹤小馬的個人IG 然後按讚這個Youtube影片 然後完成我們的留言關鍵字 我們會抽出一雙 這是US10.5的尺寸 那我希望這雙鞋子 是可以提供給 真的喜歡Kobe的朋友 好啦 如果你喜歡小馬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